好,動漫廢物,Radio Dada,逢星期四晚九點半,今天報新的時間 每個星期的這個時間,可以登上radiodada.hk的網站,可以收聽直播 想找到明天的往事的節目,可以登上acrubbage.org的網站 想加我們的MSN,就是acrubbage.radio.gmail.com 或者可以加這個M群,就是group275180.samsung.cn 亦都歡迎大家去到我們的留言板,還有Facebook可以和大家交流意見 我們是國民,我們不是這個國民,我們是卡通片國的國民 你叫我唱得知識識的 好的,我們結束了 這個星期,我雖然說,我本想應該去公民港全開咪,好像不太方便 所以回去開咪 很吵 很吵 整晚人,昨晚去了,基本上一天有機會就去 如果不是開咪,我都會去那邊支援一下 明晚,黑三天 明晚吧 明晚吧 講回這裡 這個星期其實真的比較靜 因為我們所有主持人都基本上 要不就無心亂戰,要不就全心放在選舉上 或者走進去示威 所以我覺得今天非常悶 但每個星期都要開咪 不是這樣,是因為環境太過沉重 心情太過沉重 你看到這件事 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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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鬥 但不是因為去過選舉、示威 不是因為分了三,平日也有其他事情做 是吧 主要是心情問題 平日我會去政府中部 因為那裡的環境的情況令人太過傷心 謝謝 我一直都很政治化 那今個星期就講講有一套新翻上了 是扣絕翻了 就是一套 現在就是門超人 其實我上個星期講0048 我留那個點沒有說 我給了分這麼低 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不過因為本人腦筋比較沒有那麼靈活 所以上個星期錯過了 其實0048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我眼中 就是他一邊搬他的幾多代目的設定 他去到中後段 就開始有一個迷思出來 就是 究竟你是應該做這個幾多代目的神級成員 還是做你自己 那 就是他開始 我一邊看一邊對這件事都很不滿意 就是他那些神級成員是沒有了自己的個性 他全部都只不過是重複他現在現實裡面的神級成員 那他究竟他自己是誰呢 那這一點是 一直看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矛盾 那他 是一些比較主角群的成員 他沒有那麼… 即他某程度上都有點像 現在那些現實的成員 但是他也有自己 而去到他們那些什麼 第十代目 大到優子那些 基本上就已經是變成一個大到優子的伏製人 那 他去到中後段 他是bring up 了這個名題出來的 但是他因為 他又想拖多一季 那他這個 只不過是 有些水過鴨背 那他是完全沒有想著收這條伏線 那作為 即是一邊看這條片 一邊對這件事都相當之不滿的 的時候 而他又不想著把這一個問題 再一個解釋 那我 自己一邊都看得很… 很閉扭 很不舒服 那所以 那所以 就… 單單在這個問題 我自己都要對這條片 扣30分 所以就變成根根不合格 是 因為我朋友就說這條片不錯 所以他其實是衝動想去看的 我其實都是兜回我之前 一邊好像沒有鬧得很緊 但是都給到很低分 因為我朋友就說挺好看 他直接跟我說 如果Idle Master的Sailor Goisa 你覺得沒問題的話 這條片也覺得沒問題 那我想說好不好看呢 但我想你給到很低分 連一個分也給到這麼低分 我想AKB49是好看一點 哈哈哈哈 我都覺得那裡會好看一點 正所謂的可愛一定是男孩子 正所謂 其實這條肯定是很多年前玩過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男子的扮女生變成偶像 不過那時候興起的那些 Wings那些商人偶像 那些應該是 那是啦 講到這裡 青春偶像 你可以繼續說 蒙義超人 上個星期 Forcer就完了 那我今個星期就上新回 就有人做Wings那些 今次製作班製有一點不同 主編劇的草 其他主要時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樣的 他之前就寫 白蜜蜜蜜 寫響鬼第一期 即是頭二十九話的 他嚴格來說 應該算是 文學監修那類東西 就是編劇 有人會幫他撿劇本 今次就拿正 做今次Wings那些編劇 再加上香川順子 幫他手 而他的監修都好像是 計戰隊鵬 即是說 今次其實就是 將戰隊鵬的人 拉過來 反而將騎士鵬的人 拉到戰隊那邊 就大家交換 那個staff 差不多了 換口味 第一話就是 我們很怕 經常講核心價值 其實去到現在平成的 戰隊和拉打 還有沒有核心價值 今次有 今次 我說這麼多集中 他有一個主要領體 戰隊就一定有 基本上 平成的拉打 基本上沒有 沒有一個很核心的中間 因為他編劇都不同 但戰隊就有 基本上對戰隊的要求 其實挺嚴格 是 他要你一套公式 以及一套 略學精神 是 即是你 戰隊一定是這樣的 不會走樣的 是 反而拉打 今次拉打 今次拉打 就是那些怪人 那些怪人 我看是否想分 那些怪人 Fantom 先看一集 我忘記了 那些Fantom 就是 吃之夜 就是 總之 總之 一人形容 哎 應該這樣 這套奇門 就是邪惡組織 不是邪惡組織 是洛倫戰士 男主角在吃之日 被絕望侵蝕了 但是Fantom 不是那些 在危急之際 被白色的魔導士救回 給了戒指 令他變成了 莫名其妙人 Vincent 然後 而那些怪人Fantom 就會令人家絕望 而在絕望之中 誕生Fantom 那 男主角就阻止 那些怪人 殺人變成 怪物 戰鬥 今次的玩法 又有少許不同 因為基本上 拉架自從 去到 DK之後 都是玩的 所謂的 配件制 例如說 Win 左有兩支USB AUSE 3位硬幣 FORSE 4個SWIT 今次 基本左手 4個戒指 封火水套 而右邊 有不同的戒指 不斷配搭 有些叫召喚獸出來 有召喚獸 這次的玩法 由於其他主要時 本身寫響鬼 所以第一集中 就見到很久都沒有見過的巨大怪物出現 主角是可以用魔法 例如說變子變小 或者用超空間開門 拿其他地方的東西 這次有很多這樣的玩法 整體給我的感覺 他真的被像上一到十年的門超人 那種古風 例如一開始 女警婆被掛人襲擊 男主角就救了他 但誰知道男主角被女警婆鎖去區頭鎖 後來警婆被人襲擊 主角就救了他 這些很典型的 你看看空我 阿吉佗 就是這種展開來的 他其實令我想起空我第一集 一條昏龍 五代熊被掛人襲擊那個場面 其實都是像一些獨行俠 一些不是很建制內 但又會有行俠仗義的獨行俠 你可能打完這隻怪獸 因為你不是那麼建制的執法人 所以就會被警察拘捕 如果他無緣無故又變成被警察拘捕 因為性格又會被孤僻 這次男主角屬於輕挑刑 始終拉打男主角 印象中真的叫孤僻 真的好像沒有 因為始終你作為一個少年向男主角 印象中最孤僻的男主角 他應該是虔巧 他算是最孤僻的 雖然你形容他是奧嬌 我沒有形容他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五主角 總之是 其他主角其實都算是很開朗 反而第二男主角會比較孤僻 奧嬌什麼都有 但第一男主角一般來說都會有正面 始終你都是少年向作品 你買冠具 你不可以做太古怪的主角 他這套第一集看了 男主角插旗能力非常之強 第一話都用了五個十分鐘 就攻略了一個猜破 演技一貫來講 平成拉打主角都是 頭那十集八集幾集 印象中通常去到十一二集開始 如果快就七五六集 慢就十三四集 就會有演技 例如之前的福士蒼泰 即是科成那個 其實你看門面超人是演技的 有演技的 他在第十集 這個我覺得是最後才會關心的問題 歷代拉打裡面 應該這樣說 在平成拉打裡面有兩個例外 一個就是小田設讓 另一個就是佐藤健 這兩個一來就很好演技 但這兩個叫做規格外品 或者是大叔 或者是響鬼大叔 大叔拉打 小村 總之是姓小村 這幾個就叫做例外 但一般來說 除非你去做卡布圖那個男主角 演技那麼多集都那麼爛 或者是做水到希羅 還有做Keyba的男主角 那麼多集都沒有什麼進步之外 基本上你去到一般來說 就已經很好演技 即是似無似樣 不會好 甚至一些人經常彈 很差熱的DK 其實去到十多集都已經挺好的 見到人 即是小村先生演技 不太關心 這套如果你想看古風 平成風 第一代平成風的拉打 這套會挺好看的 女主角沒有上次科學那麼漂亮 是嗎 是嗎 看樣子都不錯 科學裡面試試 可能是適合我的味道 這個 那個Type不錯 那個Type不行 不過不要緊 Taste問題 大致上這套 作完一具拉打迷來講 怎樣都會追下去 我對他的玩具有幾個好 戒指真的很大 你對玩具這樣不關心 我相信 非公營戰隊好像那套蒙蒙走村 那是非公營戰隊那麼奇怪 所以才特別關心 但是這麼正常的鄉 那些應該都很難 真是 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是 是 好像這兩季 可能突然 網民就太有空 好像有些 其實我覺得是小新聞 但不知道為什麼炒作很大 官方炒作 我自己覺得 它不算是小新聞 好像是 深知連結 Cocoro Connector 其實我最初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也是 我也是 上回某島 看到 就是 平時應該是講卡通片的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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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去講炎上的事 其實就是 這一套片 Cocoro Connector 有一宗奇聞 我真的要用怪聞 那就是 有一位聲優 事來光雲 一個其實 BL界會比較有名的 但一般是他比較小新聞 本身就 本身就沒有配這套東西的 雪樑光雲 那 他就 怎樣跟這套片斜上關係呢 那件事就非常搞笑 就是 他製作單位 就線它 就是可以用線來形容 就是他就 請了他上 就是這套片的 我的信去試鏡 但是 原來這個 我的信是假的 那他 到最後 就沒有幫這位 大哥安排角色 那 安排了什麼 職位給他呢 就是安排了 宣傳暴障 就是這套鏡片的宣傳保障 這樣 這樣 那 然後 就 他 在這套片的radio 現在的鏡片通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他一直播 然後電台就會每個月左右 每個月都會有一集半集宣傳性質的節目 這樣做 然後 這套片已經結束了 然後 就沒有 就會結束 然後 在那裏就 爆了整件事 還有他那些audition的錄音 然後 他就 在我講 說 士來光 可能就成為了我們這套片的宣傳部長 那 那 因為整件事都 比較尷尬 無程度上 就是 作為一個 聲優 被人這樣擺上台 這件事都很奇怪 那 那 一般來說 這類新聞其實 大部分聲優 其實有的 就是有些人是故意炒作 或者有些製作單位 所以 心地不好 形容就是 就是 搞這種花樣 一般聲優 除非你大牌到 某幾位 熊六半篇 不是 一般來說都故意炒了他 我想他 他把這件事 當作是 Dorkyrie作戰 就是 那些 整人的節目 就這樣 玩了他一幕 在場 在一個節目 在場的聲優 都很難替他不值 始終作為一個節目 唯有 就是 陪 順著 一個小的 去笑 就是 啊 好搞笑 你真是 應該這樣說 這類這樣的事 其實這類這樣的事 很難的 真的有的 實在有些人是拿來玩 通常聲優除非 真的好 他不會 他不會 我想 找個三線的聲優來做那套沒有關係的宣傳 其實就不出奇了 就是 那套片很大 然後 你可能在15秒的廣告 錄一些影片 這樣 那 我覺得這個 就 在業界應該不會有一個大問題 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他 將這件事變成是 玩人 就是 玩個 那 那 件事就 因為 在廣播 接班組那裏 爆出來 然後 那一集 兩個主持人 都是在 新明年劇裏面做主角群 這樣的 紫蘇索得和金元壽子 紫蘇索得和金元壽子 又笑得很大聲 哈哈 通常 那令到 令到 令到 那件事 有一些火上加油 那 大家 聽到這件事 都 都會 替 事來光雲不值 無論如何 那 令到大家 又覺得 這兩個 聲優很不對 就說 都不尊敬前輩 又說 他們 自豪生嬌 諸如此類 那 他 屎來光雲和 趙托都 應該是朋友 很老友 其實 他們都是跟殘田 和同一個 事務所 對 其實 都是同輩來的 在母情上 或者這麼說 如果我推上 還有 這件事 在那 那 你 很難 等 就是 你作為 節目的一部分 很難 你很難 和小龍哥 不等 你只要和他做為 一兩兩 你這樣 等於 等於 是落回 製作群面 如果你說 當場 說他們 不正 說他們 不正 所以 陪笑 是 一個 很 很 不可能之下的出路 或者這麼說 你不可能不陪笑 我看 其實 這些情況 就等於 聲優 拿人家的醜事 來吐租 或者是挖苦 就是 朋友之間 或者這麼說 對於市道來說 可能這些事情 在聲優界來說 是很普通的事 就是你被人玩 當你不夠同時 被人玩 可能是很普通的事 他們兩個突然想起 就拿來玩 我想不是他想起 是他廣播節目 特意搬這件事出來 不會的 因為我看過 私事真誠 講過的 就是 一般來說 這個所謂的Free Talk 通常就是 他其實就是 任何說什麼都可以 所以 參田自我 整天步驟就是這樣 他有一段時間叫Free Talk 就讓你說什麼都可以 你喜歡怎麼說 這樣就好 經常出現一些古人精怪的事情 就是參田 無緣無故說 我想這次不是 特別是 他們都不是 參田那種 但問題就是 可能他們想起 這麼愚蠢的 想起這件事 講開 我覺得他不會是 我覺得制作人員會說這種話 我覺得不是 因為他是說他 是有個假的 假的詩音給他 然後再找他笨 要他做這個宣傳部長 假的詩音給他 誰說 你找詩音一定會請你 有什麼事 你試了音後 沒有這件事 當然 當然 但是他那個情況 如果以至現在看的新聞 總之 總之 我個人覺得 那兩個聲音 吃了死貓 結果 現在在二餐廟 炒起 然後臺灣的基督又炒起 基本上 一部影片講什麼不重要 現在這宗新聞是比較 比較 蓋過了一部卡通片 我自己 現在看 那 那 都是 史萊剛雲出來 出來 撐回那兩個聲優先 就是現在 看新聞 那 不過 制約群 賴是賴是賴 賴是賴是賴是賴 那兩個聲優 總之 現在 這宗新聞 就 有少少各有各看 都 相當搞笑 其實我覺得是很少疑科 可能這輪太靜 沒有什麼特別大新聞 所以 一有些 奇妮新聞 就炒上天 我想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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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很 很 很一線的 卡通片 就是 暑假 所以 所以 就要特地去找一些奇妮古怪的東西去搞一搞 那 就是 講完這套東西 那間都是大超心 所以 炎鑑是掛名監督來的 總監 因為其實這套東西的風格全不像他 我 完全沒有去風格 我不同意 不過 總之 是 他可能要靠這些東西去炒起這套片 但是 很明顯 就過了龍 那 對 我想 都很難再有新的東西說了 因為 都是看他們 看他們 講完他們的道歉文 那件事就完了 紙都輸了去講 跟著時代光雲都說了 但是 制作人緣繼續歸宿 所以現在所有火頭 由星交紙去制作人緣 這個是必然的 所以其實真的 真是夠了 其實 應該這麼說 就是 一宗很小的新聞炒得很大 我不覺得它是一宗小的新聞 只不過是故意 為了炒一套片 去製作一宗 然後這宗 去到他們控制不了 那先看 今個禮拜 其實應該沒什麼特別的事要講 因為今個禮拜很靜 那講一下 古靈精… 有什麼古靈精… 應該講一些 沒那麼重要的翻 近來有些翻 我們沒有怎麼講的 那 講一下 掃了一些 可講可不講的翻 點 講一下 Green Bay Rebellion 第三季 對 這次就是上一輯 應該幾年後 劇情就是講 上一季的聖戲者就是 今季變成神秘戰士的馬利亞 即上一季流浪戰士 她的流浪 由她姐雷雲之將 古靈迪特做了雷王 但做了雷王之後 就性格大變 不但停了Green Bay的大賽 不斷用武力去侵略其他不臣服的地區 騎士基 安利諾特 就帶著一群他的後供 去反抗女王 劇情基本上就是這樣 完全覺得是沒有劇情 有劇情 但不是很明白 相比來說 第一季我算是有劇情 第一季還沒有劇情 其實不是也是打大魔王 有什麼分別呢 有什麼分別呢 這次劇情好一點就是 像那些人一樣 好一點就是 這次劇情多了 例如說 多了一些 例如 律劇士基和上一代的女王 魏多拉的關係 跟著 他一直到處流行戰鬥 收購供的劇情 多了這些 相比來說 上一集 其實散了上一集 分開幾條 即是幾個女兒各有各去賺錢 各自有氣憤 結果就變成散收收每一集一個 例如說 上一次雷南一條線 接著 巫女 又有一條線 接著 尼玉永土 又有一條線 幾條線一齊來 就比較上 你很難去集中一條主線 但這次就是 騎士基作為中央主線 相對來說是比較集中 你的視線比較容易追蹤到 但缺點就是 因為它集中在騎士基身上 所以其他身邊那幾個女角 比如說Yula Yula 或者是 Yula Yula都更好些 起碼有一集是她做主角的 但有些 例如說 我想她那套片是用新主角的話 其實這個方向是沒有問題的 她是怎樣說 因為上一次就是分開幾條線 所以她每一個角色都有些氣憤 但這次就真的完全集中在騎士基那裡 變成了一大群人就真的沒有氣憤 完全看騎士基 只有分開各自走 例如羅莉 或者是震動裝甲的小女 分開就有氣憤 但一走完就完全回到騎士基那裡 這其實是幾大問題 因為始終原作是Gamebook 每一個都可以女主角 你把騎士基當作女主角 而你把所有女角都放在同一條線的話 而敵人就很少 因為其實真真正的敵人 就是上一集的史萊姆 美羅莎和雷魂之將 只有這兩個真的叫敵人 你敵人已經不是多了 你主角身體一大角色 那你除了最後一次戰鬥 是有幾個一大群人去打一個之外 其他其實也不用打 至於那個 那是否這套片變成看頭看味就可以了 真的 中間那些好嗨 又不算特別嗨 但又不飆聲 但看頭看味還蠻好看的 還有我搞事是蠻狼的 我有些少少想噴飯 震動裝甲是少了 是不知為何套外租那些 今次升幽方面都很豪華 即是雷魂騎士機就是軟騰陵 二人都說過的 優娜優娜就是 糟糕我忘了 忘了松陰大人 精靜好味 精靜好味 有什麼問題 他是判優娜優娜的 還有胡松堯 珍唐桂 舊角色 基本上只有三個舊角色 馬利亞雷魂 朱小明 朱小明 雷魂之將 只剩餘的田中公子 還有做美羅莎的冰宮李慧 三個舊角色 上一集的《荒野》二冊 只剩下一個影 而且他們加上氣氛也不夠 兩集 因為更厭一些舊角色 正常 新時代 幾年之後 馬利亞雷娜受了詞咒 每天有四個鐘頭清醒 其他時間睡了夠 他也是有兩集氣氛 他不是每集出一兩句 然後睡覺 每集 他出場那集 出了大約五六分鐘 最後一戰 他救了騎士基 又出了五六分鐘 這樣多 多都沒有 即是他按了雷娜的氣氛 等騎士基的表演 騎士基其實是有主角格的 相比上一集 雷娜 你覺得他是有主角的風格 反而你說其他角色真是那句 剛才說過 氣氛淡 影子淡 還有一些莫名其妙 例如說 《女龍戰士》 或者《女海賊》 我是不知為何會出來的 他超影薄 兼之完全沒有氣氛 或者是女武士 都是 本身原作有 硬硬塞回少少少劇情給他 硬出個場 但我不明白他出來做什麼 很為無厘 他真的是很正常的 他本身不是一個 真是故事的原作 他只是在一本遊戲 那樣 他只是帶一個人出來 不過 也保留了上一季的優秀傳統 就是 作畫就水準 一直保持很準 戰鬥都肯花心思處理 以一套賣肉的二線動畫來說 算是挺用心的 相比其他賣肉之類 像是e-school is an'D' 一騎當千 一騎算高水準 差不多 沒有分別 是這個 這個一套來説 不論是一騎當千 或者cream bay 可以保持一定的水準 相比其他第二季動畫畫 he-school is an'D' 魔劍機動畫畫 像是這些垃圾 這套就算是很高水準 我就是說 我明白魔劍機第一季 是媽媽的聲音 不知所謂 然後他說 新動畫發生 你照樣賣完原作畫 賣完原作也不太好 其實隨便 看完這些新聞後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是 你出珍珠貝系列好了 珍珠貝系列我會有興趣看 我對這些巨魚動畫 真的很難看的興趣 我覺得它的一套都是差不多 可能你真的很有研究 你就會看得出它哪一套是龍 哪一套是蛇 這套大致上是這樣 它相信還會有第四輯 一定會有 應該會隔一至兩季 因為它慢慢時間去累積一些 應該拍不到 還有第三季去撿回整個劇本 因為劇本有些問題 撿回到的 反正有類 剛才說了新版 新播放就是HIGH SCHOOL的第二季 然後魔劍基新動畫化 然後銀行美少年 下映三月電影劇場版化 劇場版 對 銀行美少年 下映三月劇場版 大致上新版 新版報告就是這樣 是的 我自己的心都已經去完十月了 十月有什麼 我沒什麼留意 十月很棒 有 首先你會比較關心的就是樹峰管家 重新動畫化還是她的 這套是重新動畫化嗎 對 我說不是重新動畫化 是第三輯嗎 是三輯嗎 我不明白為什麼她每次都重新來過 然後還有JOJO 他第一季回來 他由頭演戲 第一季 第一輯開始演戲 然後我自己會比較關心的就是 就是經阿里那一套新的 喜歡病 喜歡病 也要戀愛 對我來說我暫時看賓果 因為賓果比較適合我口味 其實她下季 她基本上 除了Sunrise比較適合 她所有大的製作公司都有貨 十月嘛 有貨交 IG就做Rapport Technos 就是Styleskate之後那套 AVG JC Staff就很貴多片 剛才哈亞帝 還有 Little Busters 還有 咦 這個沒有關係 對 這一堆 然後Bones有 絕緣之暴風雪 不是 暴風雨 基本上 To Love for Douglas 這麼少劇情都敢死可以 都可以繼續做下去 大陸 對 總之 對 相對現在 這麼快樂 基本上 很多 座帝都是二線頭 還有新房也有新片 她也透了一段時間 對 不過這次也是小品 向人第四季 期待拳王復出 拳王 對 因為她說明明會復出 對 正常 她也透了很長時間 不是 她養病 前陣子貼了一張心臟X光照片 觸目驚心 她心臟肥大到 對 還有一些少年向的 魔奇少年 B Tom 還有一套 爆晚第三季 即使我們今季 不是很理會 都那麼神畏 但是 都是相對地 比較貼合市場的影片 就是 我自己覺得 那些影片 大部分 都是處於一線尾二線頭的 但是 好像 中二病 Little Buster 這些都有 有望再上一層樓 去到一線頂的 特別是中二病 我個人傾向 下次的 Commit Care 都應該會是 數場的 因為 女主角都相當之適合 Commit Care 就是那些很窄系的 所以 我 接下來 這兩三個禮拜 都應該會是 清一些 剛剛 近期完的影片 即是 1月7月 那些 不 1月4月那些 應該就很難再說下去 我自己覺得 真的 沒有什麼 哪裏值得去花時間 我照追 其實我也不敢 這家 騙我 他還未完 是我越看 想說粗口 他還未完 我對於胡春星這篇劇 真的很難受 不過算了 到時候我會再去罵他 就是他4月很多片 一季完的 基本上 趕到謝了 他剩下的都是 今個月完的 所以 都是 看一看 OK 那今個禮拜差不多了 明天晚上還有廢物有什麼話說 明天晚上就厲害了 是說高達的 高達 對 奔武片 Age 高達Age 高達Age留給我們 主要應該是用軍事角度 去介入MS 介入MS OK 好 我看過flow 我看過flow 我又不 OK 可以了 明天晚上見 拜拜 拜拜